喔 我知道了 你上班偷看八婆的影片 啊 主管來了 主管來了 趕快移到右下角 嗨 大家好 我是妮玄 我是楊洋 今天算是給新手的 新手教學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 知識型的頻道有沒有 知識型的頻道 每天看我們都可以長知識了 沒錯 我們今天要給所有 剛使用 愛 剛使用App App 剛使用App 蘋果 蘋果 蘋果電腦 所以我剛喜歡Apple Mac電腦的人 來一點基本教學 讓你裝逼 然後快速上手 如果有看過一些老手 用Apple電腦的話呢 會覺得他們 為什麼他們都不用用滑鼠 咻咻咻 點點點 全部點點點 那個怎麼出來的 對 那個怎麼不見的 對 是不是很想知道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節省大家的時間 順便分享一些 你可能用很久 但有可能這個你還是不知道 對 我們自己都覺得超好用的功能 那首先第一個要告訴大家的功能就是 三指托椅 現在的版本 如果你原本 不許猛龍是不是 現在的版本呢 如果你的螢幕啊 你要移動東西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呢 一開始都是像這樣 點一個東西 然後拉著它走 所以你的手會變成這樣 OK 把這個功能開啟之後呢 我們這個迅猛龍的手指 拿好 然後來到這 我 而且我這邊不用壓我的面板 剛剛那個量子的話 我要稍微重壓之後再拖 對 有些人覺得重壓的話 會傷害我的電腦的接觸 不喜歡重壓 酷喔 三指托椅 非常的方便 那要怎麼打開呢 我們首先呢 要打開我們的系統偏好設定 然後它在輔助使用這個地方 打開之後呢 我們滑下來看到指標控制 這邊有一個觸控式軌跡板選項 點開 你可以自己選 你要三指托椅 或者是帶托椅鎖定 然後還可以選擇你托椅的速度耶 看你覺得怎樣看起來最順眼 就是非常人性化啊 你可以用你習慣的方式 沒錯 接下來第二個 Mac有一個功能叫做熱點 不是行動網路的那個 熱點呢 就是你在你的Mac的四個角落 你可以設定 你當你的滑鼠移到這些角落的時候 它可以發生怎麼樣的動作 我現在有設一個就是滑到左下角就可以睡眠 所以只要我要離開座位的時候 我不用特別去把電腦蓋上 或是按睡眠 這個呢一樣 打開我們的系統偏好設定 打開之後呢 它在指揮中心 點進來之後下面有一個熱點 這個熱點點開呢 就可以設定你的四個角落 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它這邊可以打開指揮中心 打開應用程式視窗 打開桌面 通知中心 啟動台 或者是螢幕保護程式啊 鎖電螢幕之類的 一個指揮中心 一個桌面 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先把我的網頁打開 我們現在的滑鼠移到右上角 它就會出現指揮中心 它可以看到你到底開了什麼東西 然後你每一個桌面裡面有什麼 然後現在移到我們的右下角 會來到桌面 好酷喔 你現在在看什麼 立刻滑走 就等於你四個角角都可以各設一個功能 我知道了 你上班偷看巴伯的影片 啊 主管來了 主管來了 趕快一來又下角 然後你要回去的時候 再按一次它就回來 剛剛驗面了 但是這一個有一點點的困擾就是 如果你平常滑鼠愛亂滑 你可能不小心就會滑到 不小心又睡眠了 不小心又跑到桌面了 有可能 所以這個呢 看大家習不習慣 但是有的話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所以推薦給大家 接下來第三個功能呢 就是它內建的截圖 那它總共有三種截圖方式 我們先用第一種 第一種就是 comment加shift 然後再加3 它就可以整個把你的螢幕快速截圖 同時要按三個喔 對 三個一起按 1 2 3 就會截整張桌布 對 再來第二種呢 是你只要截某些特定的區域 那就是comment加shift 剛剛是3嘛 我們現在變4 同時這三個的鍵按下去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滑鼠 會變成一個十字甲 對 然後你就是用滑鼠拖曳 你自己要全局的放開 然後放開 它就會自動儲存 就會自動截的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截圖的進階版 剛剛那兩個3跟4 就是很基礎的截圖 對 然後我們來一點進階的 你可以直接某一個視窗 我們這邊就按comment shift 還有5 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看到最下面這邊出現了一排東西 它可以截取整個螢幕跟3是同樣的功能 然後截取所選部分跟4比較像 先調好大小它就可以截圖 然後還有一個呢 是只有這個才有的 截取所選視窗 你會直接 有沒有看到變藍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遊覽器 旁邊的地方它就不會截到了 然後這邊呢 除了可以截圖照片之外 它也可以螢幕錄影 你可以選錄製整個螢幕 或者是錄製所選部分 然後旁邊有選項就是你可以儲存到哪邊 然後要不要計時 然後要不要錄音 這些之類的 確定之後再按錄製就可以開始錄了 這就是進階版的截圖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最方便 我們把最厲害的留到最後 一定要知道就是截圖的時候呢 我們不用把檔案存下來 就可以把圖複製好 我們在放開前先按一下 Ctrl 這樣子 放開 這個圖呢 它已經被我們剪下來了 好 我現在把這個圖呢 送給羊羊 然後我就按Command V 就是我剛剛剪的那一張 然後送出 它就直接送出去了 這個方式直接幫你快速儲存 快速貼上 隔離 第四個 也是只有Mac有的功能 我可以把照片直接拖到桌面上 或是拖到其他地方 不用另存新檔 沒錯 來 你要喜歡哪一顆 我還有泡泡的 這個嗎 直接拉著它走 然後 三指拖椅 我就把它存下來了 我不需要按右鍵存檔 對 大部分人看到 這個蛤蜊好漂亮喔 我想要存 大部分人不會這樣想 會 如果有這個情況 你按右鍵 另存圖片 另存圖片 存在這邊 然後按儲存 要等它下載 然後我們剛剛做什麼事 三指拖椅剛剛打開了 直接三指拖椅 怎麼這麼簡單 這個很方便 節省很多步驟 如果覺得拖到桌面 你還要拖到其他地方麻煩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資料夾打開 然後直接拖到裡面 直接拖進去 超方便 可以的 那接下來第五個功能 把工具列隱藏起來 有些人喜歡看工具列 有些人不喜歡 有一個方式可以很快速的叫它出來 那就是呢 我們按下 comment option 還有 D 它就會跑出來了 它就會變成固定在桌面上 一樣comment option 然後按D 又解開了 變成就是滑道才會出現 可以很快速的就是切換它的狀態 再來第六個呢 教你怎麼快速打開 你Mac內建的表情符號 那我們有個快捷鍵呢 就是 control 加comment 再加空白鍵 這三個同時按下去 來 喔 表情符號跑出來了 跑跑出來了 這超方便的耶 你平常要發文啊 你要在電腦上跟人家聊天 你就可以直接叫出來了 然後除了表情符號之外 它也可以打一些少見的符號 按旁邊這個像是日曆的東西 就會變這樣 拉丁文 可以 想打一些厲害的花號 可以 想要來中熱一點的時候 這個打開來 來 貨幣符號啊 象形文字啊 什麼的 很酷耶 都可以 這你不用在上網Google 找那個符號 然後來複製貼上 對 它其實Mac內建都有這些符號 都有的 這個好棒喔 這個一定要學起來 control command 空白鍵 同時點下去就出現了 記起來了嗎 很棒 接下來第七個 要怎麼看 我現在到底開了多少程式呢 很簡單 兩個鍵就好了 按我們的comment 加上tab 按下去就知道 我現在開了 這麼多東西 然後 如果你現在想要關掉某一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是繼續按著comment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按下Q 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有沒有看到 欸 它就不見了 接下來第八個功能呢 就是 直接切換瀏覽器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開很多分頁 像我們現在畫面這樣一整排 然後我可能在第一個 我現在要開第三個還是第四個 我可以直接用快捷的鍵 直接打開 我不用再去選它 不用動畫數 對 很簡單就是comment鍵加數字 數字代表你要切換第幾個分頁 例如我現在要切換第三個 我就comment加3 它直接跳到第三 直接跳過去 comment加6 那它這邊到8都還可以 可是到9的話 它會直接跳到最後一個 我們現在有11個分頁嘛 我按9的話 它不會是第九成 它會是最後一張 它不管怎樣 你按9的時候 都會是你分頁的最後一頁 可是前面1到8的話 就是你按幾它就會跳幾 接下來第九個 大家如果用過Windows電腦的話 應該知道 Windows電腦呢 刪除鍵有兩個 一個是我們這樣 按刪除它會往前刪 然後按 旁邊一個delete它會往後刪 會不會很苦惱 Mac電腦怎麼都不能往後刪 對 告訴大家 Mac電腦可以 但你要多按一個鍵 我們很簡單 我們按下這個fn 按著它 然後再按比例 就可以把後面的字刪掉了 很方便 然後這時候我覺得前面字也很討厭 我不想要 我按旁邊再刪 全部一起刪掉 這個i前面的全部刪掉耶 來最後一個 就是有時候我們要刪不用的檔案 或照片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像這樣子 拖曳到垃圾桶 拖曳到垃圾桶 不然就是 按右鍵 然後把它丟到垃圾桶 在這 在這 找不到 你看你這麼麻煩 很麻煩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一個快捷鍵 讓你直接把它丟掉 一樣就是又出現我們旁邊了 再加一個刪除鍵 按下去 直接刪掉 然後我要換刪掉這個 一樣 刪掉 刪掉它 這個不要刪 復原 你想刪掉什麼 通通幫你刪掉耶 覺得起來 速度上 你看三指 拖曳 然後 全部刪掉 那以上十個呢 就是我們這次精選出來 教給大家的Mac 新手入門的技巧 很多快捷鍵 反而是老手都不知道的喔 然後也可以把自己分享出去 讓你周圍用Mac的朋友都知道 它可以更裝逼 它可以更厲害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幾週 有沒有都學到了呢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忙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先來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想說的話 或希望我們做事情 到底下留言來告訴我們 絕對不要忘記放我們的 Instagram跟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